今天我的標題叫做 讀諸求勝連三敗 KMT 內憂外患能止 就是 人家說讀孤求敗 最近你有看過小帥嗎 讀孤求敗我知道 那不是那個創的那個建法 永遠不會輸的 讀孤求敗 怎麼要當劍士 怎麼都會贏 那現在我們的朱立倫主席 是讀諸求勝 你用這個字讓我牙口無眼 用這個標題 你實在太省了 我很喜歡看吳小小說 連三敗 你應該知道你有觀察1月9號那天 那你也知道 我啊韋漢啊我們很生氣 因為你很關心我們兩個年輕人 你們不是年輕人 你們是非常有正義之見的 孤獨求敗 謝謝 你應該看著我們兩個 很生氣 孫雲哥我現在跟你解釋 我們不是氣失敗 我跟你一樣 國民黨也不是我的 那這個選舉 有的是朋友有的不是 其實做記者的看得很開 我們到6點開票完 其實還沒什麼太大感覺 你發現黃偉愛也在上節目啊 我們都沒什麼啊 是林濤 朱立倫 你知道在黨中央那一番話 整個激怒我們 因為裡面太多太多 完全不符合政治邏輯的講法 怎麼會出在一個老江湖的 朱立倫身上 到底國民黨出問題還是 朱立倫出問題啊 我覺得 朱主席在這個時間點上面的 動作跟處理哈 是徹底的失敗 這一點是他可能以後要 要再恢復原來的雄風會有一點的困難 徹底 為什麼哈 因為當這樣子的 連續的失敗的時候 一個黨主席最重要的是要出面 安撫所有的支持者 同意 因為領導人啊 安撫支持者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這個工作做不好 就很難當支持者 這歷年強的支持者 都很善於安撫自己的支持者 對對對 連曹操也是啊 對啊更不用說 我們對面那個毛澤東 延安敗成這個樣子的 還會一直打氣 對不對 這個不叫敗逃 我們就轉進 他很善於這個 很善於 所以那一天晚上 朱主席如果出來講一些溫暖的話 不管是歉意 悔意 或者是鼓勵 也許今天的狀況會好很多 但是在公 從公關學 或者從政治領導來講 他犯了至少有三個錯誤 三個錯誤 第一個他沒有親自出馬 面對投票 要支持霸場 或者支持吟寬恒的人 說出該有的安撫的話 OK第一個 就是沒有面對支持者 對或者是 不要說支持者啦 參與這件事情的人 對對對 第二個他代表黨中央出來的 主席不出面 最恰當的人選是秘書長 至少要黃建廷 對就是說你要給支持者說一個感覺說 你是有足夠的位階 嗯 在這個時候出來安撫我們大家 嗯 主席這麼安撫嘛 民主黨叫安撫嘛 安撫 但是派文傳內主委出來的話 剛好文傳內主委 以前的文傳內主委 分量都夠 比如說胡志強啊 以前 王志剛啊 都夠 剛好林陶比較年輕 政治經驗比較少 對 那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不重視 本來就是啊 所以變成 變成這個第二個錯就錯在這裡 對啊 就是說你根本就不重視嘛 對 問題就出來 黨內當然很麻煩的 我不否認這一點 他第二個施策 OK 第三個施策齁 林陶的講話的內容 這個稿子不符合危機處理的稿 完全對 這個是完全不符合危機處理 這位各位 你要講這個內容的時候我想請教 你以前也當過國民黨的幹部 對不對 我當過文傳內主委 文傳會主委 我想請問齁 你們在做這個危機公關決策處理的過程 通常是黨主席由上往下 還是文傳會主發會相關的幹部由下往上 比如說一定 你有沒有經歷過什麼重大事情 然後要處理 決策 我們這樣要講喔 那個誰 林主席 馬主席你們要這麼講 有沒有這種 有 有 但是有時候也會 應該這麼講 我們是習慣上就是說 有碰到危機的時候 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 黨主席會找一個集體的緊急 或者說其中一個重要幹部發起一個說 緊急的討論的會議 像公司的小組會議 看誰到場 我們趕快擬定了一個危機處理方案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2004年的陳水扁的槍擊案 什麼兩顆子彈案 國民黨裡面的高幹我是第一個知道 我也不瞞你說 現在可以講 陳水扁的競選活動我都有派很多人跟 真的喔 對 我派很多人跟 一舉一動都會回報到你 對 可是 第一個動作來講 就是他們告訴我 他被槍 被炮彈 不是炮彈 被鞭炮打傷 第一個 第一個訊息 第二個訊息說不對 是槍彈 那如果是炮彈 我就覺得 沒什麼 那如果是槍彈的話 那問題就很嚴重了 所以我很急 第一通電話就打給連主席 但連戰主席剛好在掃街 他的幕僚說 聽不太清楚 因為是最選權之夜 那下午 第二通電話我就打給林峰正 說秘書長 趕快召集 阿民主席說好 我趕快來找這個 馬英九啊 找誰誰誰 看宋主席有沒有找到人 趕快在黨中開個會議 然後呢 還沒有 我那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在高速公路上 我是正好從 台北要到桃園去看 因為我當時有負責 六個造勢 晚上六個造勢活動 我要趕到桃園 中途發生的事 我立個折返 從桃園回台北中途 我馬上部署 我把我打電話給民工法師啊 說晚上我要改成一種祈福的形式 不是要激昂了 然後打到恩通電話 就是我自己能夠解決的 你先解決 但是晚上 就是還沒進入那個會議之前 晚會繼續舉辦 風格做調整 人員講話內容做調整 我再回到中央黨部 就完成這個工作 哇原來是幕僚正要這樣幹喔 是這樣幹 那開會的時候 當然說來話長 就是因為我們有個名義總幹事 叫馬英九 把我的方案通通退辦 蛤 他堅持要停止所有經學活動 晚會要停止 後來就這麼走啊 然後 連主席告 那時候你不是這樣規劃 不是完全不這樣規劃 繼續走 繼續走 但是是用一種 為台灣祈福 對 宗教 而且明光法師也告訴我說 他聯絡佛教 會有一百多個佛教的寺廟 在當天晚上九點鐘 全台灣一起擊鼓民衆 那邊這樣的氣勢也不會掉下來啊 後話判斷嘛 然後可是當時的馬英九 其實我在回到中央黨部大門口的時候 馬英九的副市長歐靖德打電話給我了 說 馬主席 馬市長說 總幹事 希望你立刻停止所有的造勢活動 那知道造勢活動照我手上嗎 停止所有的造勢活動 我當時說不行 造勢活動一停的話 我們的人員刺激會患散 對 結果 我就不理他嘛 那到後來 其實馬英九的會議開會 就堅決主張要停止造勢活動 那我就跟他爭執吧 我覺得 我跟他爭執是正常的 我們兩個向著不太 意見不太合 一直都是 那這個 後來連戰就滿頭大汗 掃街很辛苦 你知道嗎 滿頭大汗 然後回來 對啊 他也沒什麼決策能力的 後選人 累了 他就問大家的意見 結果四票對一票我輸了 就每個人都覺得要停喔 就說來話長 但是也沒關係 反正是個決策 那也就算了 反正你講了 但是後來連戰有很感慨跟我講 當時要是聽我的話 就不會輸這一萬六千票 真的 他當時很感慨跟我講 他說 他有時候半開玩笑說 你為什麼不再多堅持一下 我說我裡面官我最小 我怎麼可能 其他要不然就是馬英九 那時候如日中天 對啊 對不對 其他各部會也都是老千港 對啊 我是最小卡 我就是那個時候的林濤 你沒有啦 你那個時候哪個 這是什麼可能 拿什麼你逼狂 就是官位最小嘛 但是朱立倫 有沒有把重要幹部找來商量說 這個也是敗選 該怎麼做危機處理的 一定要吧 的SOP 這個 我不曉得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 第四個不應該 蛤 你剛剛講三個不應該 三個不應該 三個錯誤吧 因為他對選民嘛 沒有親自出來 然後那個說詞是不對的 或者說沒有找秘書長出來 變第四個 沒有著急會議討論一下危機應對 那就是有一個大問題 三個臭皮匠總勝負個諸葛亮 其實說像連在那個案子 臭皮匠做錯的決定對不對 那至少討論過嘛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對啊 而且我知道你很生氣 危害人生氣 黨內很多人非常生氣 中央黨也非常生氣 但是我也是安撫大家 反正 鄭遠哥你不用安撫你知道嗎 我們生氣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都忍很久了 其實我們對黨內很多運作 早就已經不滿 我們都一直在 靈濤那個講話稿 是的確會傷到你們的心 那真的是壓垮最後一根稻草 這一點我同意 這一點我同意 你知道我們每次要發作 他可能他沒有太太 靈濤沒有什麼政治經驗 再加上他可能 只把他當作一個過場的 一個談話而已 怎麼會是 這個是很簡單的公關判斷 那那 那也許他有跟朱林商量內容 也許沒有 我也不知道 我跟各位聽眾朋友講 我跟韋翰我們幾個 不是真的說 發作生氣 是因為我們真的忍很久 從公投 從很多事情 黨內的決策 都有問題 那包括要不要跟民眾黨的核 然後民眾黨的力量 我們都看在眼裡 然後這個不踩 然後這個輸 你就算了 有時候羅志強打給我 有時候你先不要 不要發作 我說好 我不要發作 一次一次不發作 最後靈濤壓垮 最後跟稻草 來我們廣告一下 休息回來 因為我們實在是 啊很久了 公投要發作 然後羅志強 誰啊 就會開始打電話 然後韋翰 這個就 我們黨裡面 那韋翰的個性 你也知道 你要跟他講一下 他就 好啦好啦 他不是用氣啊 我是氣啊 沒有 韋翰講兩句 他就會 好啦好啦 他這一次跟你一樣都氣婚了 因為忍很久 我們答應多少人不發作 不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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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算霸場跟 都 算了 再來 我都已經在規劃說 我要不要找蘇懸東亞 然後我們開始直播 找羅志強 然後開始走空中創意 我本來想這個 林濤一出來 然後講 這就是 你們的框架啊 現在是怎樣 這幾個月我們在幫你們 我還不是國民黨的 對啊對啊 你說我們是框架 唉 這個 這個 你在講我啊 這年輕的孩子 是我們害你的喔 太沒經驗了 我氣一下 好啊 就像跟鄭元哥 你那句我認同啊 從此以後他靈靈啊 為什麼 你得不到我的關愛了啦 我講真的 你叫我再幫我不幫了 關我什麼事 鄭元哥我是國民黨的嗎 我只是認同 這種關係是薄弱的 這個是很大的錯誤 我不否認 因為偉漢氣也是氣這個 對 尤其他又那麼愛 他是跑國民黨的 對對對 沒錯 他看到林濤這樣子 有話直說 新聞不夠嗆 政府不像樣 歡迎收聽中廣新聞網 有話直說 大家晚安 我是羅有志 今天要請到的是國民黨前立法委員 蔡正元 鄭元哥 尤其兄好 聽眾朋友觀眾朋友大家好 鄭元哥你有沒有感覺 我還是以愚怒為笑 我在你旁邊覺得好像一個火爐正在燒 那就是這種恨鐵不成鋼 我不知道偉漢啦 我個人是沒有任何黨派 馬英九在的時候 那時候我也是天天在散立 年代批評 現在換蔡英文我就是在中天TVBS 批評當道 對我來講 只要誰把這個國家台灣弄好就好 我也欣賞鄭元哥 就是因為你為我們努力太多過多很多東西 談不上 我不曉得林濤有沒有接到 鄭元哥你們那一代的風範 你到底在講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那一代是這個失落的一代 沒有 但是你們做事你看看你剛剛為了處理 319槍擊案 那種思維 謹慎 會議 共識 我完全沒有在這一次林濤的表現上看到 尤其 鄭元哥你還沒有講內容 你剛剛第三點還沒講 他的內容哪裡出問題 他的內容第一個 不應該把所謂的四個公投 或者這個霸場 嚴寬恒的補選 通通把它看成 將起成時代的任務 很明顯的吧 黨是延續的 黨主席 都是一棒接一棒的跑跑者 就像一個長土的接棒比賽一樣 你不能說 我跑的不好 那是有點上一棒的交給我的棒交的不好 在他一體的是一個團隊 是不能切割的 這個責任是無法切割的 誰接到棒子 前面輸了 你要把他跑贏回來 這不是 接棒比賽就是這樣子的嗎 對啊 他把他當斷代史再看待 對 這個你講得非常好 這是第一個觀念上是錯的 江朝 所以我現在租朝 我就 對對對 這個不應該這樣的賠錢 會引起很多人的憤怒 這一點 也很獲得很難了解 第二個 這些活動這麼多人 好像大家都在幫江朝是不是 是 這個 這個觀念上本身就 就錯了 大家是在為了一個 共同的一個想法跟理念 在努力 在配合 而不是你租也好 江也好 江不可能代表整個國民黨的 千秋萬事嘛 所以你覺得 你們在幫江的啦 這樣解讀是 會被很嚴重的一個 因為那是江留下來的三個爛攤子 所以你們現在幫江的 廷濤沒有講爛攤子 我的解讀啦 那時候我的解讀 所以他的 那一天稿子的 講話的內容 這一點是出了很大的錯誤 那他當然也許想表達說 那我們的前面任務失敗 我們繼續戰鬥 也許想講 那2022才是一個更大的挑戰 他要安撫大家 而不是做切割 做切割是很壞的一個示範 那第二個呢 他當然講好像 框架兩個字激怒你 完全 你這是你們給我 忘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再漂亮的遲早 都很難修飾那個談話的方向 談話的方向錯了以後 要怎麼奧都奧不回來了 對對對 這一點齁 你等於把 好像意思是說 怎麼你黨中央跟我們戰鬥來無關 什麼都無關 我也不是戰鬥男 我們這個口罩 是因為我們所有主持人都有 對 昨天我 我只是覺得國民黨 我們願意 對 有一個人 跟我談到說 民進黨不能團結 國民黨都不能團結 對啊已經老久了問題 對 我說 我說 我的看法 不一定對公你參考 民進黨是一個分章型的派系政治 同意 派系 國民黨 是一個理想型的親信政治 壞也壞了親信 理想型的親信政治 自己認為有很高的理想 但是在處理事情都是有親信在處理 李登輝有親信 連戰算是親信比較少 對 馬英九有一個超級親信 金親信 對 那 諸好像隱藍也有親信政治的現象 這樣不好 對 比如說以前的大頭啦 現在的林涛啊 我們就不管誰 就是說 這有什麼不同 為什麼你講那種團結 因為當面已經形成一個習慣 嗯 就是有福同享 有福同享 民進黨絕對不會講出一句話 說 執政團隊 不是 競選團隊 競選團隊 不是執政團隊 因為會連在一起 不是 他們一定是有福同享 有福同享 所以有難就要同黨 對 第一個 你在想 蔡英文有沒有很耀眼的魅力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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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老太婆 沒有魅力 所以他沒有個人的魅力 但是他為什麼能夠牢牢的掌控民進黨 因為有福同享 對 那他碰到困難的時候 大家就會拼命上戰場 嗯 好 因為我的福在你身上 大家就會團結 你拿到了我也有 幾乎民進黨每個派系齁 雖然鬥來鬥去 為了一些利益在爭來爭去 但是你很明顯看得出來 就是蔡英文每一個都給你安排到一個 真的 你看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長是政國會 對 然後 他自己很清楚啊 這行政院長竟然是蘇先生在當的話 跟蘇先生不太好的 他游先生也不能太閒置 就把他找到立法委員長 聰明 那其他的各派系幹什麼 他都配不很好 所以賴清德想要挑戰這個就很困難 他當時民調是落回賴清德嘛 對啊 但是為什麼有陳明文啊 陳菊啊 大家為他拼命 為他拼命齁 理由很簡單 有福同享 就能夠有爛同當 但是 這個叫做派系分章文化 可是這種 有福同享的政黨才能夠團結 但相反的 國民黨剛好不是這樣子的 我想聽 第一個就是我們就以老馬為例 馬英九為例齁 他當時是自認為 就龐培他自己人 他魅力過強 號召力遠大於國民黨 馬英九大於國民黨 對 有這種說法聽過嗎 有 然後所有的權力集中在親信身上 所以當時媒體是要叫核心幕僚 你們都可以用這個東西 我們都是在講誰 對 幹什麼事就是那三個 那兩個 這個是李登輝以來核心幕僚的最高峰 李登輝的核心幕僚 蘇智誠 也頂多就是辦公室主任 對 也不敢把他擺成太大的位置 秘書長之類的 但是 馬英九是把他的核心幕僚 他的親信擺成一人之下千萬人之上 然後他的結果就是說 當馬英九有難的話 你親信自己去處理 嗯 你能力夠強就順利度過啊 你自己去處理啊 所以馬英九不管是在核氏案 在EGFA福茂案 嗯 基本上除了像為了理念在拼 像我為理念在拼 我不是為他在拼 也不是 為理念在拼 其他都跑光啦 跑光啊 對不對 那你內閣 內閣也做鳥獸散啊 有哪來內閣各位為他上戰場 沒有啊 你上來之後 你這些肉 你分給的是你的大學的 你同那個知識分子學者 你又不是給蔡振元 邱毅什麼這些人 所以他是 他是一個 有福不同享 所以有難就沒有人同當 欸 那所有的 好處福報 都是由金卜中一個人人瓜嘛 對不對 怪處也是 他有他的分配嘛 對不對 所以很自然這種親信增資的結果 就是這個黨是沒辦法團結的政黨 因為他們看到說 好吧 我今天為你付出 為你打江山 欸 他就是你跟你的親信 在獨 獨長一切的 好處嘛 對啊